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后果影响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与欧洲文化重塑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背景罗马帝国的衰落与基督教的兴起 当然可以 罗马帝国的衰落与基督教的兴起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复杂性的历史话题 简直就像一部古代的肥皂剧 情节跌宕起伏 角色众多 首先让我们设定一下背景 公元前27年 乌大维 奥古斯都成为罗马的第一位皇帝 罗马帝国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大家都在享受 和平与繁荣的 美好时光 当然除了那些被征服的民族 但到了公元三世纪 帝国的局势开始变得不妙 仿佛是一个正在失去控制的过山车 经济危机 政治腐败 外敌入侵 罗马帝国的衰落就像是一个多米诺骨牌 接连不断地倒下 想象一下 罗马的元老院就像一个老年俱乐部 成员们在争论 谁的长袍更好看 而外面的蛮族已经在敲门了 而在这个动荡的时期 基督教开始悄然兴起 耶稣的教义如同一股清流 吸引了许多渴望精神寄托的人 基督教的信徒们就像是当时的反叛者 他们不再追求罗马的神明 而是追求一个更为宽容和爱的信仰 想象一下 罗马的神庙里 祭司们正在为神明献祭 而基督徒们则在角落里低声祈祷 仿佛在玩一场 谁能更安静的 游戏 公元313年 军事坦定大帝颁布了米兰赤令 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 仿佛是给了基督徒们一张BIP通行证 此后 基督教不仅在罗马帝国中扎根 还逐渐成为了国教 想象一下 原本在地下秘密聚会的基督徒们突然变成了皇宫里的贵宾 真是 从地下到天上的 逆袭 当然 基督教的兴起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许多传统的罗马神旗被抛弃 罗马的祭司们可能会感到像是被取消关注的网红 心里五味杂陈 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基督教的兴起就像是罗马帝国的 社交媒体危机 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追随新的网红 总的来说 罗马帝国的衰落与基督教的兴起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历史转折 它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宗教格局 也为后来的欧洲历史奠定了基础 就像一场历史的交响乐 虽然有些音符是悲伤的 但最终却奏出了新的和谐旋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发展过程 公元四世纪的宗教冲突与政治变革 在公元四世纪 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场宗教与政治的双人舞 真是让人目不暇接 想象一下 那时的罗马帝国就像一位年迈的舞者 虽然不乏有些蹒跚 但依然在努力保持优雅 与此同时 基督教则向一位年轻的舞者 充满活力 试图在这个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首先 我们得提到公元313年的米兰赤令 这一法令就像是给基督教发了一张VIP通行证 允许他在罗马帝国的舞台上自由表演 之前 基督徒们就像在一场没有观众的排练中 时常遭到迫害 甚至被当作开玩笑的对象 想象一下 基督徒们在角落里低声祷告 生怕被罗马士兵抓住 真是 生存的艺术 然而 随着基督教的崛起 罗马帝国的传统宗教就像一位被冷落的老演员 心中充满了不甘 公元4世纪的宗教冲突就像是一场激烈的选秀节目 基督教和异教徒们争夺观众的心 你可以想象 异教徒们在后台嘀咕 我们才是老牌明星 怎么能让这些新来的小子抢了风头 而在政治方面 军事坦丁大帝的崛起 更是让这一切变得复杂 他不仅是个政治家 还是个宗教改革者 试图将基督教与罗马的政治体系结合起来 就像一位试图调和两位争吵的舞者 他的努力让基督教逐渐成为国教 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想象一下 军事坦丁在宫殿里召开会议 试图让各方势力达成共识 结果却像是在调节一场家庭争吵 真是家丑不可外扬 此外 公元4世纪的宗教冲突还体现在大宫会议上 尼西亚公会议 公元325年 就像是一场大型的辩论赛 各种神学观点在这里碰撞 你可以想象 神父们在会上争论不休 甚至有人可能会因为 耶稣是神还是人的问题 激动地站起来挥舞手臂 真是 神学界的摔跤赛 总的来说 公元4世纪的宗教冲突与政治变革 就像是一场精彩的历史大戏 充满了戏剧性和幽默感 基督教的崛起 不仅改变了罗马帝国的面貌 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就像一位老演员在舞台上微笑着退场 留下了年轻的舞者继续闪耀光芒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果影响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与欧洲文化重塑 当然可以 让我们来聊聊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的那段历史 以及它如何重塑了欧洲文化 这个话题不仅深刻 而且充满了戏剧性 简直就像一部历史剧的剧本 首先 基督教在公元四世纪成为罗马国教 这一决定是由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做出的 想象一下 君士坦丁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喝着咖啡 当然是古罗马的咖啡 也许是葡萄酒 突然灵光一线 决定要把基督教提升为国教 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宗教的格局 也为后来的欧洲文化奠定了基础 在此之前 基督教徒常常被视为异端 甚至遭受迫害 君士坦丁的决定 就像是给了基督教一个VIP通行证 让他从地下室的秘密聚会 走到了阳光下 想象一下 基督教徒们在地下室里偷偷聚会 突然被邀请到皇宫的宴会厅 真是 从黑暗到光明的 典范 基督教成为国教后 许多古老的罗马传统和习俗 开始与基督教信仰融合 比如 古罗马的节日和庆典 被重新包装 基督教的节日 圣诞节的日期 就选在了冬至附近 原本是为了与罗马的太阳神节日 太阳神诞辰相抗衡 可以说 基督教在这方面的市场营销 做得相当成功 简直是 宗教界的苹果公司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 欧洲的文化 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教育 艺术 哲学等领域 都受到了基督教的深刻影响 修道院成为了知识的中心 保存了大量的古典文献 甚至可以说是古代图书馆的守护者 想象一下 修道士们在蜡烛下抄写古籍 偶尔打个瞌睡 结果把亚里士多德写成了 亚里士多德的猫 这可真是历史的乌龙 当然 基督教的影响 并不仅限于文化和教育 它还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会的权力逐渐增强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教皇的权威超过了国王 可以说 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一场 权力的拉锯战 有时甚至比罗马斗兽场的决斗士 还要激烈 总的来说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不仅是宗教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也为欧洲文化的重塑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动力 它让我们看到 历史的每一个决定 都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就像军事坦丁的咖啡时刻 谁能想到 一个简单的决定 会改变整个大陆的面貌呢 所以 下次当你在圣诞节享受美食时 不妨想想这背后那段 充满戏剧性的历史 或许会让你的节日 更加丰富多彩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 回到那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 聊聊罗马帝国的衰落 与基督教的兴起 哇 真是一个历史的肥皂剧 总的来说 罗马帝国的衰落 像个老年过山车 颠簸不已 而基督教的兴起 则如同一位年轻舞者 充满活力的在舞台上争夺风头 军事坦丁大帝的米兰赤令 就像是给基督教发了一张VIP通行证 而基督教的崛起 则改变了整个宗教格局和欧洲文化的走向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深入分析一下 你会发现 基督教的兴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历史的选秀节目 各种信仰在争夺观众的心 而随后 基督教成为国教的决定 如同一个巧妙的市场营销策略 让这个年轻的信仰迅速在古老的罗马文化中扎根 甚至改变了许多传统习俗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宗教的变化 还有文化 教育政治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基督教不仅让古典文献得以保存 还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教会的权威 形成了一场权力的拉锯战 这简直比罗马斗兽场的决斗士还要刺激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 基督教的崛起与罗马帝国的衰落 可谓是一场历史的交响乐 虽然有些音符是悲伤的 但最终却奏出了新的和谐旋律 想想看 这段历史里有多少戏剧性的瞬间和幽默的细节 在结束之前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你们对这段历史有什么样的想法 是否觉得基督教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 还是如同一场社交媒体危机般的偶然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聊聊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